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约在十年前吧 我在宝丁那边隐居 买了一套老宅子 后来发现是座兄宅 机缘巧合认识了古师傅 也算是我的一个江湖朋友吧 我之前讲过不少他的故事 都很邪门 比如再生人 冥婚 下面要讲的故事也属于比较凶的 虽然没有宅 是古师傅前段时间给我讲的 他说 前段时间他这边来了一个客户 这个客户是从北京过来的 是一个很年轻 也很干练的女记者 女记者嘛 年少气盛 走南闯北 到处采访 有时候要深入一些很荒满的地方 这个事情就是他在广西那边采访一个古村时发生的 女记者说 那个古村坐落在大山深处 一个山坳里 隐藏着好多明清时期的古建筑 他觉得很神秘 就亲自过去拍摄了古建筑群落 他去了那边 发现那边偏僻又落后 村里也没有多少年轻人 都是老年人 懒洋洋地坐在门口晒太阳 老人们放言极重 很难沟通 好在老村长还能说一些普通话 所以他采访的对象主要就是这个老村长 老村长带他四处转了转 他发现这些古建筑很多 几乎家家户户都是 只是因为年久失修 很多都已经坍塌了 上面缠绕着密密麻麻的藤蔓 有一种荒芜的美 还有一些被火烧坏了 黑漆漆的 看着有些阴森 他转了大半天 拍摄了好多照片 又看了看村志 了解了村子的来龙去脉 采访资料就足够了 还是挺满意的 当天晚上 女记者就住在了古村里 他住的地方是一个类似吊脚楼的古建筑 一共有三层 据说以前做过村委会 他就住在第三层 老村长临走前 掏出了自己脖子上佩戴的一块玉石 让女记者晚上睡觉时挂在床头 说是辟邪的 女记者接过来看了看 发现那块玉石雕刻成了一只犀牛的形状 就随口感谢了老村长 随手给他挂在了床头 结果当天晚上 他就撞邪了 他今天跑了一天 身体很累 不过换了新环境 也有些兴奋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怎么都睡不着 后来好不容易昏昏沉沉睡了过去 却又怎么也睡不好 老觉得外面有什么东西在叫 乌夜乌夜的 有点像狼叫 又有点像是有人低声在哭 后来半梦半醒时 就听见有什么东西在挠门 刷刷刷 接着就听见老木门枝鸦一声开了 他说 他自己当时听得清清楚楚 有什么动物弄开了大门 然后顺着房门 啪哒啪哒走了进来 最后扑一下跳上他的床 朝着他凑了过来 他当时听得清清楚楚的 但是身体像是被定住了 就是动弹不得 他清晰感受到 那个动物很大 浑身毛茸茸的 朝着他身上凑 像是要闻闻他的脸 又像是在仔细看的 他专门说了一个细节 能清晰感觉到毛茸茸的 极粗糙的尾巴抽打在自己身上 以及能清晰闻到那种极腥骚的味道 他说 自己看到那个动物把爪子按在自己胸口 然后顺着自己的身子往上闻 一寸一寸往上靠 他拼命挣扎 却怎么也动不了 就在自己快要崩溃的时候 突然觉得眼前出现了一道金光 借着身上猛然一清 自己恢复了意识 他说 自己猛然坐了起来 慌慌张张打开电灯 发现门窗紧闭 外面是黑曲曲的天空 自己眼泪都流下来了 他不敢再睡 哆哆嗦嗦抱着被子过了一夜 他想了想 那道金光应该是老村长给他的那块玉石发出来的 所以天一亮 他就找到老村长 说了昨天的事情 结果老村长低着头 听着他讲完后就叹了一口气 说他们这个古村坡 以前风水是很好的 古时候还出过状元 要不然也撑不起这么大的一个村坡 在这个村口 有一座很大的古庙 供奉着一个犀牛经 据说这个犀牛经是附近大山的灵兽 也可以说是附近的保护神吧 保佑四方平安的 他说 自己小时候常听老人说 当时这里的山上经常有各种精怪 有人那么大的野鸡 有电线杆那么粗的大蛇 躺在山上晒林 不过他们都不伤人 据说就是有犀牛庙阵着 后来因为破死旧 老庙给拆了 就开始出怪事了 第一个出事的是一条狗 那条狗原本是村口一个老寡妇家养的一条老狗 勤勤恳恳在家里看家护院十几年 没想到老了之后就成精了 当时老寡妇有一天早晨醒来 发现狗不见了 都说老狗使家 这狗怎么能丢了 莫不是被什么野兽给拖走了 老寡妇就到处寻找 结果寻了半天 后来有打猎的下山 说在山上看到了那条狗 她觉得有些奇怪 自己养的这条狗已经十几年了 都老得走不动了 哪能爬到山上去 老寡妇将信将疑 跟着上了山 发现蹲在山顶上的 果然是她家的那条老狗 但是那条狗已经不认识她了 眼神也变得很凶狠 恶恶狠狠地盯着她 她小声呼唤着狗 想上前摸摸她 结果差点被她咬到 然后她恶狠狠瞪了老寡妇一眼 转身就进山了 再后来 这条狗就越来越古怪 她咒服夜出 神出鬼没 而且叫声也越来越像狼 那种女人哭泣一般的叫声 而且她经常叼着咬死的小动物 端端正正摆放在那个被拆除的犀牛庙前 像是献祭一样 再后来 孙子里也开始闹起来了 老有人说撞写了什么的 总之什么都有 所以这里家家户户都要置办点神秘家当 比如五帝前 桃木葫芦 八卦镜这种 她当时也佩戴了一个玉犀牛 就是给女记者挂在床头那个 这个女记者越听越害怕 赶紧连夜搭车去了南宁 然后坐飞机赶紧回到了北京 她说 自己虽然回到了北京 但是总觉得自己像是被什么东西跟上了 回去后总是恍恍惚惚的 心神不宁 而且晚上老做噩梦 至于做的什么噩梦 她自己也记不清楚 总之像是在梦里和人打架 也像在逃命 有一次甚至从床上掉了下来 用手狠狠砸着地板 把手背都砸破了 她觉得自己应该是被什么东西叮住了 运气衰败 也越来越倒霉 有一天晚上 她下班后 恍恍惚惚走在北京的小胡同里 就看到小胡同身处 有一家外貌服装店 店面很小 灯光也很暗 外面挂着两个红灯笼 看着很怪异 按说从前 她是绝对不会进这种小店的 但是那一次不知道为什么 她就归时神差走了进去 就像有什么人在她脑子里跟她说 快进去 快进去 进去后 她发现这个店铺的衣服 很怪 每一种款式 只有一件衣服 而且大小也不一样 她看了看 衣服全都是国外牌子 款式还不错 就是衣服有点显旧 商标看着有些发黄 有些毛衣裳还乞求了 她拿起衣服 想要放下 却不知道为什么 还是买下了一件 而且披在了身上 这衣服的价钱极便宜 结果这衣服披身上后 她当晚就出事了 她说 原本自己晚上经常做噩梦 但是梦里的情况都看不清楚 大部分就是一个黑影跑过来 嘲嘲怪笑 然后把自己压倒 有时候甚至是很怪异的春梦 但是这次不是 这一次 她梦到自己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像是在一个小镇上 还像是国外 有个男人坐在那里 低着头抽烟 旁边有人吹吹打打的 还有人朝着她大声笑 像是在举办一场盛大的仪式 她心想这是做什么 低头一看 自己穿着红色的羞花鞋 她心里一惊 用手摸了摸 觉得头上像是顶着一个红盖头 她觉得越来越害怕了 转身就要跑 身子却像被钉死在了地上 一动都不能动 接着前面那个男人就站起来了 男人一抬头 头上却是一个榔头 吐着血红色的舌头看着自己 她猛然从床上坐了起来 她坐起来后 浑身哆嗦 觉得周身冰冷无比 甚至开始打摆子 而且恶心难受 干呕了几次 却什么都吐不出来 她觉得自己肯定是生病了 挣扎着打车去了医院 测量了体温 咽了血 却发现没有任何问题 被医生以为是故意找尸 给她赶了出来 她披着皮肩 浑身哆嗦 走出医院 觉得自己眼前像是一条黑暗的巷子 旁边都是星星点点的火珠 好多人跪在路边烧之前 地上厚厚一层全是纸钱 有人在前面 砰砰砰敲着沐鱼之类的东西 像是在做法事 她再也撑不住 一下子倒在地上 然后掏出电话 打给家人 让他们把自己接回去 这个姑娘是保定人 不过不是古师傅这个村里的 是隔壁村的 她家人也知道古师傅 就想着送古师傅这里看看 是不是沾了什么邪气这里的 赶紧给她去去 结果还没等送过来呢 这个病人就被人给截胡了 截胡的是一个老太太 这个老太太算是当地一个传奇人物 她算是个老中医 会一些中医条理 也会针灸 不过她更传奇的身份 是抗日战争时做过红小鬼 当年给八路军送过鸡毛信的 老太太今年估计有九十岁了 眼不下耳不聋 说起话来声音洪亮 身体极好 老太太是山东人 年轻时会甩鞭 这个甩鞭是个技术活 用她的话说 她小手腕这么一抖 大鞭子这么一甩 啪啪作响 跟放鞭炮一样 连日本鬼子都能吓跑 老太太对女记者说 你不是撞鞋了吗 什么鬼怪能比日本鬼子还可怕 我给你治 她找小娃娃买了一挂鞭炮 劈里啪啦点着了 就像当年的响鞭 然后自己鼓了鼓气 拿着大鞭子 在女记者耳边狠狠摔响了 中气十足地喊了一声 走你 娘的个掰爱 那个女记者被她猛然一喊 吓得直接晕倒在了地上 当她醒来后 发现自己全好了 真的 古师傅还特意跟我说呢 说这老太太还真有两下子 就是可惜了 她那五十块烟钱了 接下来再讲一个 关于风水师的故事吧 这个故事 是我从朋友那里听来的 姓王 家里挺有钱的 我就叫他老王吧 这个风水师是西北人 后来定居在成都 他不看向 也不预言吉凶 只给人指点风水阵 以及和妖魔鬼怪谈判 这个风水师的有趣之处 在于说实话 老王说 作为一个富二代 他整天被各种神棍术识骗 所以九病成一 也有了经验 但凡有人给他算命 不讲过去 只讲将来的 他就认为 这个是骗子 他说 这些神棍啊 动辄就跟你谈几年后的事情 几年后 老子还不一定在哪呢 你算得不准 去哪找你去啊 所以他之所以信这个风水师 是因为这个风水师第一眼见到他 就和他说了一句特别牛逼的话 他是在一个小开圈子里见到的这个风水师 那是在一个大哥杨哥组织的酒局上 杨哥是圈子里的老大哥 人特别仗义 家里也挺有钱 他自己也创业 有许多公司 所以经常组织各种小开聚会 方便大家谈合作 谈恋爱 谈信仰 融融资 搞搞鸡什么的 当时那个风水师和杨哥坐在一起 他貌不惊人 衣着普通 坐在酒桌上 认真听大家说话 老汪进来后 风水师眯着眼仔细看了看他 和杨哥说了句话 杨哥就拉着老汪出去了 问了他一个很私人的问题 他问的是 那个老汪 你四五岁的时候 是不是家里有什么长辈过世了 老汪想了想 说 对 我爷爷那时候去世的 杨哥一拍大腿 说 牛逼 老汪就有点恼火 想着你疼的 老子爷爷去世了 你还说牛逼 杨哥也发现自己失言了 赶紧跟老汪道歉 然后解释了一下 他说 刚才老汪刚进来 那个风水师就问他 这个小兄弟是谁 他有些奇怪 因为老汪在圈子里 只能算是一个小弟弟 明不见经传的 为啥单独问他 风水师就说 这个小兄弟啊 福宝身 他肩膀上站了一个人 他不懂了 问 什么人 风水师就说 他有个先人很爱他 一直没走 一直跟着他 在他身上保佑他呢 杨哥听着有点邪乎 就问他 能不能看出来是谁 风水师就说 应该是他爷爷或者老爷 按照在身上的时间推算 应该是二十年前去世的 杨哥就算了算 老汪今年二十四五岁 二十年前 不就是他四五岁的时候吗 老汪也觉得有些神秘 但是因为被人骗得多了 所以也是半信半疑 坐在那边听风水师说话 那个风水师说话慢悠悠的 相应还重 大家都听不太明白 也没多少人认真听 后来有个妹子过来 风水师给了那个妹子一个皮箱 里面是个古漫童 原来这个妹子 以前从泰国那边高价买了个古漫童 后来发现这东西太邪门 有点想不住 所以就想给他弄走 但是这东西醒来不容易 送走更难 据说要是随便丢弃 还会被报复 于是就求助这个风水师 让他给看看 这古漫童里有没有小鬼 如果有的话 能否给处理掉 风水师就说 你这个东西写得很 里面有四个小鬼 他跟小鬼谈判 劝走了三个 还有一个不肯走 他也没的法子 那个妹子就慌了 问他怎么办 他说 没什么办法 只能送到他来的地方 就是泰国的那个庙 那个妹子以为他是闲钱少 当时就提出要加钱 风水师就摆摆手 说不是这个意思 真的是能力不足 爱莫能助 然后他退回了那个妹子支付的所有费用 以及这个古漫童 后来老王才知道 这不是这个风水师第一次退钱 他之前还给杨哥退过一次费用 那个事情也很邪门 后来他们吃完饭 又来了一个小演员 这个风水师又问了杨哥一句 这个小演员是谁 杨哥说 不认识 估计是圈子里谁带来的吧 风水师就摇头 老王在旁边听得真切 就问他 这个妹子怎么了 风水师隐晦地说 人身上有三盏灯 他的都被人拍灭两盏了 老王就问他 这个怎么拍灭的呀 风水师就淡淡说了一句 被人做法害了呗 老王心里一惊 想具体问问 又不敢问 只是觉得 那个姑娘挺漂亮的 后来大约过了大半年吧 就听说这个小演员自杀了 他当时吓了一跳 赶紧找杨哥问 那个风水师 到底是什么来头 杨哥就说 他也搞不懂 这个风水师的来头 但是这个风水师 还挺靠谱的 他指的靠谱 是因为这个风水师 非常诚恳 你找他看东西 他知道就说知道 不知道会老老实实说 这个搞不定 他第一次找这个风水师 还是七八年前 他当时在上海 买了一套别墅 那个别墅是新盖的 在黄浦江边上 挺漂亮的 他搬进去住以后 老觉得家里不干净 具体也说不上来 反正就老觉得 有什么东西存在一样 他不放心 就找人问 有人就推荐了 这个风水师 他当时就请他 过来看宅子 他过来看了看 就说这里住了一个狐仙 他肯定不信啊 就委婉问他 小区那么大 狐仙为啥单独 选他们家呢 这个风水师说 有道理 那我问问他 问完后 这个风水师就问他 你这个房子 应该是小区 第一个入住的吧 他想了想 还真是 当时他急着结婚 房子装修好 就住进来了 还真是小区 第一个搬进来的 风水师点点头说 那就是了 这个狐仙说 自己是同志年金的狐狸 当时跟着一帮山东人 过山海关来的 后来山东人 横死在了黄埔江 他没地方去 一路溜达 就来了这里 发现这里风水还不错 就在这里住下了 他说 他也不是故意 选你们家的 只是你们家是 这里第一个亮灯的 他就搬进来了 杨哥一听 冷汗都下来了 越想越害怕 赶紧请这个风水师 打走这个狐仙 风水师很为难 说他们那一脉的传承 分为文脉无脉 他师兄学的诗武 他学的诗文 所以他不会打 只能用文的 文的怎么弄呢 就是谈判 就像人和人的谈判一样 要白酒席 要有谈判桌 喝酒烧烟 利诱承诺 很有趣 他让杨哥买了 东北的人参烟 勾棒子烧鸡 香气酱炒鸡蛋 还有一瓶 东北本地的酒 风水师解释 毕竟是东北的狐狸 尝尝家乡菜 估计心情大好 就好谈判了 具体怎么谈呢 杨哥说 就是在厨房 给他搞一张长桌子 然后把韭菜摆上 弄两个碗 倒满酒 杨哥夫妻两人 在客厅等着 风水师一个人 坐在厨房和胡贤谈判 谈判的时间很长 差不多有两三个小时 杨哥一开始还觉得新鲜 看着风水师 不停架菜劝酒 对着空气自言自语 后来就觉得好无聊 都要睡着了 后来他就听见啪哒一声 然后风水师就叫他过去了 风水师有些不好意思 搓了搓手说 没谈好 胡贤不愿意走 我都答应给他修个胡贤词了 可他就是不肯走 说是故土难迁 杨哥也有些恼火 想着折腾了半天 人神烟都托人买到了 竟然他娘的煤坛成 杨哥就说 这是我花钱买的房子 他凭啥赖着不走啊 这个风水师就解释 说严格来说 人家同志年间就住在这块地方了 你们才算外来户 杨哥想想也是 但是心里也郁闷 就问风水师 那咋个办呢 风水师就说 其实也没什么 妖有妖道 人有人道 鬼有鬼道 大家虽然住在同一屋檐下 但是其实各走各的路 不影响的 他说 你要是遇到这种事情嘛 就装不知道 他是住着 就不怕 你越是怕吧 他越是吓唬你 因为他活了那么久了 也挺无聊的 杨哥心想 话虽然这么说 但是谁他娘的 愿意跟狐狸一个窝呀 况且他还那么无聊 那个风水师也没收钱 不仅退回了订金 连机票和酒店钱都要退 他死活没要 觉得不管怎么样 人家大捞远跑来了 就当请他旅游了 等到是走了 他去收拾桌子 才发现了蹊跷 首先是风水师对面那个碗 从中间裂开了 而且是不偏不倚 正好从正中间裂开了 像是被刀子从中间劈开了一样 此外就是那只钩帮子烧鸡 上面被生东西啃了一口 那个缺口很特别 又深又尖 明显是一个动物撕开的 杨哥才发现 好像这个风水师 确实有点本事 不过他也是心大 这事情也没跟老婆说 每天继续和狐狸 共住一屋 美滋滋 他还感慨说 我他娘的每天坚持裸睡 那狐狸精咋不来勾引我呢 后来问了问风水师 风水师说 哦 那是一只公狐狸 经过这次之后 他对这个风水师有了三分信任 他当时和人一起弄了一个基金 投资各种小公司 每次投资前 都叫风水师过来看看 相当于请他做个顾问 结果每次投资还不错 他投资最好的一笔 也是这个风水师指点的 当时有个香港明星 遭遇了一个几乎是天崩地裂的人设崩塌事件 大家都觉得这个人肯定完蛋了 后来他看八卦新闻时 那个风水师也在 他当时仔细看了看 就说这个明星后面要起运了 可以投资他试试 杨格觉得这个风水师肯定是胡说八道 毕竟那个事件实在闹得太大了 说句不客气的话 这个明星会不会被人暗杀 都不好说 但是考虑到这个风水师给他赚了不少钱 就当是给他烧香了 于是他也联系了一下香港那边的经纪人 给他投资了一些钱 其实只是很少的一笔钱 但是对于当时那个明星来说 还是很珍贵的 后来这个明星真就崛起了 成为某个时尚领域的很强创业者 每年轻松赚几千万 杨格后来也感慨 说这个风水师嘛 想想也挺厉害的 就是让人尊重不起来 他想了想 应该是包装不行 你不装腔做事 不胡假虎威 没有女助理拎包吹嘘 看着就不像个高人马